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张川 来自中国安徽 今天主要是想和洛奇分享一下我在国内的一些工作经历 这个行业它其实类似于国外的这个叫赏金链人 它的工作内容其实也是挺复杂的 因为它需要跟各个公安系统 或者是监狱 军队也好 有一些业务上的一个往来 我们这些承包商 它实际上是给这些比较涉密的单位 做这些这个叫提供技术服务 这个什么技术支持是哪些方面的 是包括设备还是一些技术手段上的吗 这个统称呢就叫技术手段 它包含的内容有很多 因为我主要涉及到的 它是包含这个叫咱们俗称叫手机定位 其实定位的最终手段呢 其实就是三角定位的意思 我携带着设备 对这个谐音人手机发送这种加密信息 当然它是无感知的 就是受不到 没有任何感觉 通过这种信息发送呢 它手机会也是无感知的回馈信号给基站 基站呢再回馈信号给我们 它能精确到的位置呢 可能连一般人都会大吃一惊 就比如说我们两个人坐在一起 对 你的手机放在上口袋 我的手机放在这个裤子的口袋 它能精确到这种程度 对它都能精确到这个 比如说123的这个手机号 是在我的口袋 而不是在你的上一栋 哇 这个已经很恐怖的精确度了 对对对 选择VPN首要考虑的因素是什么 安全性最重要 因为谁也不想自己的隐私被泄露出去 更不想自己在网上的踪迹被定位到 Surfshark VPN 帮你反美规避这些风险 随意选择国家地区自由的公换IP地址 当你出国旅游订酒店或机票的时候 难免会遇到定价差异 使用Surfshark VPN 一键公换地区 轻松的省钱 这款VPN也是影视发烧友的福音 跨网追剧看电影 解锁Netflix15大影视库 突破地区性的版权限制 Surfshark VPN在全球有3000多个服务器 性能优越 操作界面 简洁易上手 虽然不提供免费试用 但是提供30天的特费保重 现在有Black Friday黑5限定优惠 通过我的专属链接订购Surfshark VPN 输入优惠码RockyTV 就可以享受一期折 另外再送送4个月的实用时长 我把所有的信息都放在影片说明里 有需要的朋友赶紧去订购吧 它之所以需要这么高的精确度 这个其中是有含义的 好比我们面对一个比如说贩毒的行业 他们通常会使用比一般人警惕性非常高的手机 比如说以前20年前的诺基亚 为什么那个手机就有警惕性强呢 因为那个手机它只有通话功能 但之所以说到它警惕性非常高 因为这些人员基本上就是打完电话 可能打一分钟就会关机一天 不好追踪 不好追踪 如果说咱们能找到它的窝点 只能利用它这短短的一分钟 或者五分钟的通话 你才去加上后面的分析 这就有点像电影里面的情节了 我们对赏金链人的了解也不是特别多 但大概的认知就是 他们可能会接到一个命令或者任务 然后天涯海角的去追捕一个犯罪嫌疑人 或者是已经确定有犯罪的人了 对 但你讲的你所从事这个工作 你刚才给他的名字叫技术人员 听下来其实跟赏金链人做的工作 还是有差距的呀 除了这个技术方面的以外 还有其他的工作参与的 比如说更刺激一点的 我就讲一个比较危险的 也是非常我亲身经历的一个很真实的案例 当时这个嫌疑人是刚刚从监狱里逃出来 逃狱的 对逃狱的 那这刺激了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嫌疑人 是他本身他是一个死刑犯 他相对其他的这些犯主分子 他对人民的危害 对危险性大 危险性更大 当时我们正好带着车载的定位设备 还有便携的定位设备在现场的附近 嗯 我们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 他已经大概走了有四个小时了 步行四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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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但那块他的这个交通还是很发达 嗯 所以呢我们 呃 第一时间呢 就判断他会不会抢劫车 啊 然后 跑到更远的山里 嗯 在我们等待了两个小时之后 啊 公安 收到这个指报 啊 有一个人 驾驶着这个 自家的这个交车 在路上被人抢劫了 嗯 啊 当时这个人 惊慌失措 啊 因为连什么 连自己的包 嗯 重要的钱财手机 一律 加车 全部被抢 嗯 所以呢 我们当时第一时间 就是跟踪这部手机 他带上手机 去 去到了一个 嗯 嗯 最近的一条 这个 线道 嗯 大概有 五公里的一个 一个山里 嗯 因为是南方 所以那个草丛比较密 对 不好找 所以不好找 啊 所以我们当时呢 给他的建议就是等 等他打电话 嗯 一直在监测着这个手机 嗯 有没有向外拨出电话 啊 终于到了报晚的时候 他拨出去了一通 三分钟的电话 嗯 当我们掌握到第一手信息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 开着车 嗯 上了山 嗯 但是路不好走呢 嗯 随行的几个 刑警 大概两三个吧 嗯 他就跟我 一道下了车 徒步走进山里 哦 就相当于 你还要和他们一起参与这个抓捕吗 对 这是一个最直接的过程 但是你只是一个技术人员 你有这个权利去抓人吗 我没有权利 但是 呃我授权了 这次行动的协助 你被授权了这个协助 对 嗯 给你给你发枪吗 呃 呃枪在中国是基本上不可能 啊 那刑警有吗 刑警有 因为我身上背着单兵的设备 嗯 虽然信号特别的微弱 嗯 但是微弱的信号 也恰巧证明了 这个地方本身信号不好 微弱的信号 也可能就是他 对对对 所藏匿的地方 嗯嗯 当我们到达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他已经做了一个陷阱 嗯 导致我们其中一位 啊 刑警 啊 腿受伤了 嗯 所以他还是很狡猾的 还有两下的 对 因为当时 一位刑警受伤了 所以呢 当时就不得不留下一个人来陪他 那他可以把他枪给你用啊 呃 呃实际实际上 嗯 这个是属于一个违规的过程 哦不行 对 违规 嗯 虽然面对的这个犯罪分子很危险 对啊 这我觉得不忍心话啊 对 这个人受伤了 没有这个作战能力了 还不不能把武器给你 让你就是增加你们这个团队实力吗 对 还不行 对其实其实我也考虑过 不太灵活 对 但是就是不灵活 在接近他大概五米的时候 哦那很近了 非常近 嗯 因为他发现了有东西靠近他了 嗯 他变得死一般的寂静 嗯 那个时候我们两个汗毛都抒起来了 因为已经有一个心情受伤了 当时呢 因为我看到一个东西在反光 嗯 我说呢 不会是枪 那反光的东西呢 只有可能 要么是尖锐物体 在中国啊 这个 这些犯罪的啊 这些所谓的坏人啊 能搞到枪的概率也不大吧 啊 机会相当秒 几乎不可 当时那种环境下呢 他一个人 我们两个人 什么 你们才两个人 嗯 咱们在山下的时候 嗯 有三辆警车 实际上 呃 其余的这个 啊 民警他已经待命了 只是说我提出了一个请求 先上山侦查 嗯 嗯 但是上山侦查他有分两种情况 一个是侦查完毕 嗯 我们下来 嗯 接他们上去 嗯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会面临直接 最直接的问题 哦 所以其实你们也不是说 就派你们这几个人去 去抓他 只是碰巧 侦查离太近了就遇上 对 嗯 所以赶上了这个时候呢 那难免的 就是一场恶斗 当时呢 呃 因为是夜晚 咱们国内不像 啊 美国这边 嗯 手枪都配着 手电筒 我上次拍那个枪电人的手电筒 很多 就是买就是了 对我们当时没有 哦 我们当时靠手机 这个非常紧急的情况呢 就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嗯 手机没电了 呃 光也照不了了 光也照不了 呃 当时呢 这个 呃 因为你手机没有光了 那就意味着你的眼前几乎是一片黑 嗯 嗯 再说呢 呃 相隔 就几米的距离 嗯 你没有搏斗 你知道你开枪打的是什么 对啊 所以呢 他开枪还是很谨慎的 嗯 嗯 从头之尾就放了两枪 他准备打第一枪的时候 哈哈 因为他不知道我 我这个时候就已经 嗯 铺到了这个人的身上 他有刀啊 你扑啥了 嗯 我知道 当时也是年轻不懂 哈哈 嗯 因为我抓住他的手的时候 嗯 我其实没考虑那么多 我只想读到 嗯 把他给扑到 嗯 但是意外的情况就出现了 嗯 这个 这个我身边的刑警 他拿着枪 就抵住我的背了 他抵住你的背了 因为太黑了 看不见 我当时 真的后背一两 你说完蛋 如果一枪下去 我没了 嗯 这一辈子完就没了 哈哈 但是 嗯 虽然有最危险的时刻 嗯 但是也有最好的结果 嗯 就是我最终 凭我一己之力 嗯 把他的手给抓住了 嗯 再加上他的 后扑 因为我知道有东西指着我了 我就告诉他 是我 后面的兄弟也扑上去了 把他给制服了 嗯 这就是一个惊险的一个过程 就是上了手铐 其实就安全了 对上了手铐 就算最好的结果了 对对 这个是个死刑犯 又是个越狱的 就是你们这个事应该会上新闻吧 又把他抓回来 对对上新闻 嗯 会有对你进行表彰啊啥的吗 那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们属于幕后 我们是属于 技术侦查中 嗯 最涉密的一个环节 中国是严格进枪的国家 对 他对老百姓严格进枪 对 我表示理解 嗯 但是他为什么对自己的执法人员 是为了帮助他 嗯 维护所谓的和平 打击犯罪 来帮帮帮助他维护他自己统治 是的 对于这样一帮人 他为什么还要这么严格的空腔呢 嗯 人家工作需要你该给人用 你给人用啊 是的 他为什么呢 你怎么理解 因为我接触的像 这些公安部门是比较多的 嗯 我们面对的是 像 刑侦 就是刑警 嗯 还有包括禁毒 啊 他们这些人呢 虽然说 基本上是人手有一把枪 他不像派出所 嗯 派出所可能派出所 一个派出所 他就只有三把枪 小派出所只有三把枪 所长一把 副所长 教导员 然后 有一把枪 可能是他们三个人中间 特意拿出来 作为空闲枪 你哪个民警有任务 你可以拿他们三个人其中一个 指使手枪 没有大枪吗 派出所像普通派出所 普通派出所 普通派出所 普通派出所的话 也有老式的 也有老式的像五四式 嗯 那种 小心不停 就是遇到比较棘手的问题了 这个 或者说犯罪分子 他抵抗能力比较强的 可能就派武警 他们过来了 对 是这样的啊 对 因为武警呢 他主要是 像咱们美国的 叫 国民警卫队 嗯 一样的一个性质 嗯 但是呢 这还是有个问题啊 嗯 就是当这个一线的民警 就在前面 遇到很多棘手的问题的时候 嗯 他如果没枪 跟有枪 处理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对 再聊一聊 你之前的工作中遇到比较惊心动魄的案件 再举个例子 我现在想说一个 就是当时比较轰动 就国内比较轰动的一个案件 什么案件 叫山东假疫苗案 嗯 然后你是怎么参与 这个呢 当时 因为我的工作原因 因为我需要直接参与到这个案件的协助 需要找到这个最严重的涉案行业 嗯 这些家庭的孩子打过疫苗之后呢 嗯 他出现了这个严重呕吐 还有大头娃娃 嗯 因为这些都是婴儿 对 对 一个小小的生命 啊 在打完一针之后 他 有的甚至严重残疾 有的植物人 一辈子 虽然我们可能口头上说 他残疾了 可能感觉很伤感 但是对于背后这些千千万万的家庭来说 这是人生 最大的一次打击 对啊 他恨不得父母连自己的生命都可以献给小孩 都要惩罚这些罪犯 嗯 嗯 所以说咱们 虽然说体制 有一些小小的缺陷 嗯 但是在面对这种 啊 极度可恶的犯罪分子的时候 他们 民警也是咬牙切齿 嗯 这一点我还是很高兴的 嗯 发自内心的 呃 佩服他们 敬佩他们 啊 当时接到这个案件的时候呢 呃 这个人从河北 跑到了山东 啊 山东的一个啊 省会尝试 啊 他居然 啊 能恶毒到这个程度 就随身 啊 每个人 不管是工作出差 他的心理箱放的应该是生活日用品 对 而他放的是假疫苗 啊 我们当时呢 去到山东的时候 啊 已经很快的通过他们前期掌握的信息 锁定到某某小区 嗯 嗯 啊 某某啊 这个啊 分A B C去 啊 比如说C去 它可能有十几栋某雨 啊 接下来的所有的啊 侦查 需要靠我一个人来完成 为什么不多拍两个技术员呢 你毕竟这事儿还是挺大的嘛 对 因为 嗯 像咱们中国范围比较大 嗯 嗯 嗯 这些 属于在外地的外情 可能每一个省份 只有一个人 当我们来到这个 嗯 他所住的这个C区小啊 住宅区的时候 啊 手里面 那你留给我的资料 就只有一个手机号码 还有一个基站信息 嗯 这个基站信息所覆盖的 这十几栋 单元楼的 这不好找 这人太多了 对人太多了 嗯 嗯 这个过程呢 是相当的艰辛 因为我从凌晨的年点到达位置 嗯 找到了第二天早上六点 嗯 找了四个小时 嗯 在这四个小时 对于我来说 啊 可能是 嗯 嗯 辛苦一点 多跑很多楼宇去侦查信号 啊 因为他们 嗯 没有我的设备 嗯 他看不到实时反馈的数据 所以呢 嗯 嗯 嗯 他们一帮人 就只有把小区围住 再 啊 死等 其实 嗯 其实这一点我觉得还是 效率挺低的 对 啊 光懂有啥用 人这么多 人这么多 你可以其实发挥更多的其他的侦查作用 对啊 而不是说单纯的依赖这个设备 对啊 嗯 设备是一方面 嗯 在我找了接近四个小时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这个期间 嗯 有无数无数的这个民警 嗯 大队长 嗯 还有副局长 甚至大局长 都跑过来拍拍我的肩膀 嗯 嗯 小兄弟 怎么样了 我们都等了四个小时了 嗯 因为他们的背后呢 那肯定是 嗯 像市局 甚至更高级别的 升级的一把手 在作证指挥 嗯 这些人 嗯 就只能 找到 才能交差 嗯 所以呢 他们在这几个小时 不断的啊 来打扰我 啊 给我的身心造成巨大的压力 有诋毁的 啊 也有鼓励的 为啥诋毁的 都指望你 还诋毁你干嘛 嗯 因为首先第一个 他指望你 所以你才在现场 他诋毁你 是因为你让他们等了这么久 还没有找到最终的人 四个小时还ok吧 不是四天 毕竟这么多人需要你排查呢 嗯 虽然对四个小时不长 但是对于 在现场 这种高度啊 警戒的啊 紧张的状态下 他们的内心 就像 吃火锅一样 非常费腾 呵呵 嗯 我记得非常清晰的 就是有一个 大队长和副局长 这么高的级别 嗯 他过来居然不是慰问我 嗯 说你辛苦了 其实我还会很欣慰 嗯 他们上来就是一句 你行不行 你的技术行不行 嗯 还是说你的设备有问题 最终真是不负众望 嗯 啊 最终在凝晨啊 仅仅过了两个小时之后 排除万难 十几栋楼屿 终于找到了这一户人家 嗯 嗯 找到了这户人家之后呢 嗯 嗯 当然 面对这种啊 歹毒的分子 那没有 没有说啊 敲门一个说法 嗯 直接就是破门而入 万一搞错了呢 不会搞错 嗯 因为我 太了解了 太了解我们的设备 设备它的敏感度 它能识别手机在你的上一栋 还是在我的裤栋 破门而入之后呢 其实真的很难想象 一个犯罪嫌疑人 只有1米6的身高 嗯 还是一个女性 还是女的呀 它小小的啊 躯干 给背后 装满多少的罪恶 装满了多少的罪恶 我刚刚说到的这些 五千到六千的这些婴儿 还没有说啊 其他的受到就是 嗯 轻微迫害的 这些直接面临的是死亡 终身瘫痪 当时抓到这个嫌疑人之后呢 副局长上前就是一个重重的 大嘴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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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局长都哭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个假疫苗它为什么会流入市场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咱们抛开国内这些食品药品监督局 他们的尽不尽责来说 首先他们在这个行业内肯定是很专业 这雇佣制宜也很辛苦 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 就是人情社会 嗯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就是人情社会 不应该是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吗 因为有了人 人情 嗯 这碗酒 你的制度 才会有缺口 嗯 这说的很好 因为有人情 证完酒 制度才会有缺口 对 如何是卖到医院里去 如何它又是 对 就是通过了重重的这个 对 检查 然后最终注射到孩子的体内 对 这个过程是最大的问题 对 这个国内社会是 嗯 嗯 法律是越来越完善 嗯 但是它也有它不足的地方 嗯 我同意 嗯 社会是在进步 但是我同时啊 也敢正面去批评一些不好的地方 我觉得不好的地方就应该受到批评 有好的地方我们应该赞扬 那换句话说哈 嗯 如果这是在国内 嗯 你还敢这么说吗 如果在国内 嗯 我和你说的这些话 嗯 我可能下一秒就得喝茶了 嗯 嗯 我觉得我参与了这个案件呢 之后呢 当找到这个行人的时候 我觉得我真的是无比荣光 对 给人类 不说给中国 给人类清除了一个灾害 是 我感觉很自豪 确实功不可没 对 即便 嗯 我是只是在幕后的外勤 我也很高兴 而且方便问一下 你做这个工作 他的收入的状况 嗯 这个收入还是 还是比较好的 嗯 因为我是从15年 那个时候15年 像在国内 嗯 除了像计算机工程师 这一类的职位 他们的月薪 是超过一万的 嗯 嗯 再一个可能就是属于我们这些 叫外勤 啊 技术人员 嗯 我们15年的时候 年初 那时候月薪 就已经达到了一万五 一万六左右 嗯 还挺高的 这还不包括 啊 各种啊 奖金 嗯 那这其中也包括 抓人也有奖子 收入也还不错 自我认同这一块也还ok 嗯 为什么后来就是选择 就不干了呢 我当时呢 可能是从年纪比较轻 加入到这个行业 因为年轻人他可以熬夜 嗯 也可以长期出差 嗯 长途奔波 对 嗯 也有像很多特殊环境 我年轻的身板可以扛得住 比如说上15层的高楼 嗯 电梯停电了 嗯 你要爬楼 比如说犯罪嫌疑人 是 嗯 不是一个人行动 他是好几个人 你会面临着你被他发现了之后 虽然是你在抓他 嗯 但是他会追着打你 嗯 所以呢 有这些年轻的资本 是可以吃的 你在中国做的是 说起来是赏金链人 其实是 只是有点类似哈 对 只是参与了其中的一环 对 那你对美国这边的赏金链人 有什么了解吗 啊 美国这边的赏金链人呢 他有很大的本质区别 首先他面临的这个犯罪分子 嗯 要更 穷凶极恶 嗯 嗯 第一个是有枪 嗯 第二个他的体态 和性格 会跟国内完全不一样 嗯 当赏金链人遇到 像这种 情况下 他们面对的危险系数 还是比国内要高出很多 对 因为随时可能会发生这个枪战 对对对 对 包括大体型对你的力量压制 对对对 这一点是真的 有太大的不同了